去年10月 灣區北部發生了造成40多人死亡的嚴重火災 近期 火災原因及相關追責報告相繼出爐 根據加州官員本週公布的獨立調查報告 過火嚴重的索諾馬縣在發布緊急警報過程中漏洞較多 這份長達34頁的調查報告總結 縣府緊急事務官員對於如何使用警報系統的科技趨勢早已過時 縣府官員並不知道警報系統已經升級 現在可以發出有針對性的警報 連續寄送多個帶有指示說明的信息 儘管索諾馬縣在大火發生當晚10點51分開始發布警報 但是 報告發現 他們發出的警報缺乏可靠及時的信息 包括大火的規模、大小、延燒範圍和動態 北灣大火發生時 時任緊急應變經理的海格蘭表示 縣府當時擔心大肆發布警報會使民眾困惑造成交通堵塞 然而 報告建議縣府對於員工進行警報系統訓練 教導他們如何使用 如何編寫有效的警報內容 這項調查是在索諾馬縣縣長布雷登的委託下 由加州州長辦公室緊急服務處 專精警報和預警系統的兩名支援所進行 新唐人記者金亞蘭綜合報導 校長大聯 joka向立 indicates 鼓崎馬縣縣 北平臺 및東cha 東嘉蘭綜合 向文iff 安立